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Therty 今天我想拍一條全面試一些新產品給大家看 因為我平日買就買了很多新產品 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如果我一次過試完一些新產品給大家看 我就可以多一個渠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過什麼 還有我也有機會去試一試這些東西給大家看 如果你是喜歡看這種風格的影片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不如事不宜遲我們就立即開始了 第一樣我會用的產品就是這個 BECCA的BECLIGHT PRIMING FILTER 這個我其實已經買了一段時間 但我好像沒有在頻道上用過 所以我今天會用這個 它是一個帶有光澤的底霜 所以如果像我這樣中性到乾性皮膚 就會給予一個比較水潤的感覺 我通常就是擠一噴然後就會搓勻整個臉 你可以看到我只塗了這個 我的臉就已經有一個亮亮的效果了 然後我會用的粉底就是這個 新買的ARMANI的12Hour Hydrate Liquid Foundation 這個粉底我之前在Instagram上 我鋪了一張照片就說過 我買這個就是因為它是一個無直的粉底 還有這個牌子是QROTE FREE 而且是Vegan的 所以我就很想試這個 而且我看過很多網上的review都不錯 所以我今天就會用這個 我買的顏色就是210號Natural Beige 它的瓶是玻璃來的很漂亮 然後這裡是漸變的 你可以看到粉底的顏色 而我今天會用的粉底就是 這個在美國買的Eco Tours的粉底 現在已經濕了 我覺得它的質感都很軟很彈的 是有點像Beauty Blender的那個 那我... 因為我在美國還買了這個 Sponge和Real Tech的那個 所以我會試它們一段時間 才做那個海綿比拼的影片 所以... 大家等我一會吧 那現在上那個粉底呢 我就喜歡... 先點了上面的 那這個粉底呢 摸上去是有點Gel狀的 那我就會用這個... 濕了的粉撲上去 那慢慢印開 那現在就上了一層這個粉底啦 那我覺得那個效果呢... 都... 挺自然的 而且不會說... 有一層粉底在臉上 那但是我就會覺得它的遮瑕度... 是... 中等啦 又不是十分之高的 因為我的暗瘡啊... 這些都仍然看到的 好啦... 那上完粉底呢 我們就試一個新的遮瑕膏啦 那這個呢... 我要試的呢... 就是... 這個Miss Hannah的三色遮瑕膏 那... 這個不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是... 呃... PR傳過來的試用來的 那... 所以... 就是... 不知道啊... 試一下吧... 它看上去... 就這樣的... 三隻顏色都不錯 就是可以自己混合一下 那...但是... 那個... 掃就... 嗯... 應該我就不會用它的掃的了 那我現在呢... 就要遮瑕眼圈和暗瘡 那我... 我先看看... 我呢... 就嘗試用中間這隻顏色 就去遮瑕我的暗瘡先 太淺色了 那我先加一點... 那個... 深色下去 對啦... 那我就這樣加 欸...太多了... 好可愛喔 它這個質地很容易遮瑕 那... 遮瑕眼圈 那... 我就嘗試用... 最淺色的這個 因為這個... 它是... 帶有一點... 嗯... 三文魚色的 所以呢... 遮瑕眼圈應該會不錯的 那我還是用這支掃啦 這支掃是我在... 美國賣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 那... 又是拿一點點啦 它真的很... 奶油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一掌掃下去 它很容易就可以拿到那個產品了 那... 這個顏色有點像 嗯... 那我現在遮瑕了啦 那我就會用深一度的顏色呢 就再蓋在面上 因為它現在這個顏色 有... 少少太淺了 那呢... 搞定的遮瑕菇呢 就定妝啦 那我定妝呢 就會用這個... 這個... RCMA的碎粉啦 這個也是... 比較新啦 因為我想試多它幾次 看看我究竟是... 是喜歡這個多一點 還是Laura Mercier的多一點 那我就倒了一點出來啦 然後就用我的海綿 它有兩個... 斜邊的 那我就用平那邊 就是... 我用... 短一點斜邊的那個 就這樣點下去啦 然後呢 再印在眼底裡 這樣呢就可以set好一點那個遮瑕膏啦 因為... 因為這個遮瑕膏呢 是有點... 嗯... creamy 那我就怕它可能會很快溶 那所以我就覺得 對於這麼creamy的遮瑕膏呢 就... 用這個印多一點粉的方法會好一點 那我都會... 壓一點點在... 剛才遮瑕膏的那個位置 之後我就拿一個大的碎粉掃呢 就拿起那些粉啦 然後呢... 就... 撈均勻全面去設置... 其他的部分 那去到最後呢... 就掃走眼底... 那些粉啦 然後滑眉的部分呢 那我就會用這個... 沙沙品牌的眉筆 那這支眉筆呢 我不是自己買的 這支是我媽媽給我的 它買完之後不適合色 然後給我啦 那我就放在這裡一直都沒用 直到我染了這個頭髮之後呢 我就找它出來 因為它灰色啦 還有它這個灰色是... 嗯... 偏一點點藍的 所以都挺配我的髮色的 但是由於大家已經看過我... 畫眉很多次的啦 應該... 那我就會... 很快速地... 畫完它就... 算了啦 好... 那接著呢... 我就會用這個... Essence的Make Me Brow去設定眉筆 它就像Give Me Brow那樣 那又是一個... 很細的刷頭 有些Fiber這樣啦 好了 接著到眼妝的部分 那因為我沒有新的眼影底霜 那所以我會繼續用這個... KIKO的眼影底霜啦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眼影底霜來的 那就先塗一點在眼皮上啦 然後呢 眼影的部分呢 我就會試用這個... BH Cosmetics的... Foil Eyeshadow Palette 這個是我自己買過 買了很久呢... 都... 都沒有拿出來用 那所以... 今天就想拿出來用一下 它看起來超級漂亮啦 你看看 我只是Swatch過它 所以可能有點痕跡 那... 我今天用什麼顏色好呢? 那我想我會先用... 這個... 呃... 橙橙的這個啡色啦 那我就會把它放在... 這個... 眼摺這個位置 都蠻上色的這個... 嘩... 嘩... 好漂亮啊 這個眼影 超上色啦 然後呢... 我就想用這個... 深啡色 打深一點眼角位 因為我想待會在眼中間呢 就會... 下閃粉的 所以我現在先用這個啡色 那我就會放在眼尾這裡 這樣往裡面鬆 然後呢... 就拖一點點下眼線那裡 那好啦... 然後化完那個啡色之後呢... 那我就會加一點... 呃... 這個... 這個... 這樣的... 香檳色 就在眼皮那裡 然後呢 我就會塗閃粉的啦 如果你是... 呃... 不太喜歡那些很誇張的妝的 那其實你就這樣塗這個... 香檳色在這個眼簾呢 這個眼妝都蠻好的 那但是... 因為我是誇張的嘛 那所以我一定要用一些... 用一些閃的東西的 那我就會用這個... Lime Crime的Diamond Crusher 那這個呢... 就是... 那這個我在我的三月Favorites那裡 都說過的了 那它本身呢... 這個... 賣點就說是一個lip topper來的 但是我就喜歡用它在眼上的 還有... 它是有一陣很香的士多啤梨味的 那我就會... 點在眼中間啦 你看看多啤梨... 超喜歡這個咯 而且它是超有效果的 它不會說只有很少閃粉 它是一塗出來的效果已經超級好 那我就會塗了下去之後呢 然後我就會喜歡用手指去印開的 將邊緣呢...印鬆它 還有我覺得它都乾得都... 不是說要太久時間 那所以呢... 就不會怕... 呃... 雙眼摺起的時候印到到處都是啦 這樣炒了那個閃粉之後呢 那我通常呢... 就會再拿一個... 眼尾的顏色呢... 就加回心後面少少的 因為那些閃粉也有少少遮蓋了 那我就會拿回剛才這個啡色呢... 就再加回心後面的 那跟著... 因為我也想那個黃色再突出少少呢... 那我就會再拿一次這個... 黃色... 就... 加強一點點那個顏色的 那我覺得這個黃色真的很漂亮 啊...好喜歡啊... 好了... 那眼影的部分呢... 就大致完成的啦 那跟著就會說眼線啦 那我就有這個... 新的眼線筆 這個就是NYX的Fail Tip Liner 那這一支呢... 就是... 啡色來的 對啦... 這支是02號色Dark Brown 那它就是一個... 海綿頭的... Liquid Liner 那...我們一起試一下吧... 那我今天就會... 拖長一點點啦... 在這裡... 那它都不是說... 很難畫... 我覺得都OK的... 那... 那... 但我始終都有珠毛不透那些多一點啦... 但是它作為一個海綿頭... 我覺得是... 蠻好畫的... 因為有些海綿頭呢... 通常都會... 很乾啊... 很難... 畫得開啦... 那我覺得都OK的... 而且... 我覺得這個深啡色的眼線筆 其實都蠻好看的... 那跟著就... 塗折毛... 也夾眼睫毛啦... 那... 就夾了眼睫毛先... 那跟著呢... 我就會黏加眼睫毛... 那我就會黏這個... 這個... Luminous Change的眼睫毛... 這個是07號啦... 那我用的膠水就是... 這個... DUO的... 綠色這一支... 那我通常黏完那個... 假眼睫毛呢... 我就會喜歡用這個... 鉗仔呢... 將它... 呃... 推到我的真睫毛那裡... 那看下去呢... 就會... 呃... 好看一點... 那這個節目就是這樣啦... 我覺得這個節目是很漂亮的... 那跟著呢... 我就有一個新的節目液... 可以試... 就是這個... Mac的Zoom Lash... 那這個我沒用過的... 那我可以試一下... 那刷頭就是這樣的... 好像沒什麼效果... 沒有太大的驚喜... 這支睫毛液... 我覺得它只是把我的睫毛弄深色了... 那我不覺得它有長度或者怎樣... 然後... 試一下這個... 這個是... Charlotte Tilbury那個... Film Star Bronze & Glow... 那呢... 我就可以試一下... 這個... 陰影粉... 這就是我平時的陰影掃... 就是這樣的... 那就拿一點... 然後... 就在這裡... 打一點點陰影... 這個效果很淡啊... 看到效分別嗎? 啊... 覺得它有點... 淺色... 但是... 可以加多一點去... 加深色的... 但是... 就跟我平時用開CATFORM D那個... 有點不同... CATFORM D那個... 就是... 很上色的... 輕掃一下就已經OK的了... 這個就要... 花多少少時間... 去build up 但我覺得... 如果你是... 很白很白很白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喜歡這個了... 因為這個... 不會怕上得太多色... 這個骨頭很大了... 全身都沒什麼肉... 以往它就超級肥... 但是因為這個... 再玩個鼻子... 這個是NARS的... Cera Moon Collection 的胭脂 這個叫做... Impultiquid 不知道啊... 放在下面 然後呢... 它就是這樣的... 它就是一個... 很誇張的... 紅色來的... 有一點點閃粉的... 然後就用了我這個... 新的胭脂掃啦... 這個就是SONY Cachette的... 24號... 不...29號... 那呢... NARS的胭脂是非常上色的... 所以就... 輕輕點一下... 然後呢... 過一過手先... 然後... 啊... 上得太多了... 那如果我上得太多呢... 那我就會... 拿一支... 嗯... 密一點的掃... 然後呢... 就拿一個... 呃... 碎粉啦... 或者你可以用油色的粉餅啦... 然後就點一些碎粉... 然後呢... 就... 輕輕的... 這樣... 推翻鬆它... 那就可以... 改善裝方啦... 那光影就用這個... STILA的... KITTEN 那就是這樣的... 這支就是我美國買的... 那支光影掃啦... 那支光影掃啦... 那就拿一點點這個光影啦... 然後就在這裡... 掃一點點在這裡... 然後就到嘴啦... 哎呀... Wed and Wild... Megalas Liquid Cat Suit... 那這個顏色呢... 是... Rebel Rose... Rose... 那這個我也是看別人來介紹... 而且我覺得這個... 這樣... 紫紫的... 紛紛的... 都是一些我喜歡的顏色來的... 好漂亮啊... 透明的... Warn... 超漂亮的... 嘩... 這個顏色很漂亮啊... 我覺得它也蠻上色的... 一筆過就已經很實色... 不用... 油很多次... 然後就等它乾啦... 因為這個是... 液體唇膏來的... 它是會乾的... 好了...它現在乾了... 那它呢... 摸下去呢... 還是有一點點黏黏的... 但是就沒有脫色出來的... 對了... 然後呢... 我就想塗一些... 亮亮的東西在嘴中間... 就... 塵一下眼睛... 那我呢... 就會塗這個... Catrice的... 這個... 金色... Lip Gloss... 對了... 那我就... 塗一點點在嘴中間... 它有一陣... 好像... 雲呢拿的味道... 那... 那... 然後呢... 我就會噴這個... Generys Labs的... Skin Essential的... 這個... 這個... 去定一定妝的... 那... 它這個其實是一個... Toner來的... 那... 就... 不只是用來定妝用的... 你可以當... Toner用的... 但是... 我主要都是用來定妝用的... 這支噴毛呢... 我是很喜歡它的噴嘴... 因為它噴出來的... 所以... Misk是很細的... 很細的... 而且不會噴得很少... 那... 但是呢... 它就有一陣味的... 它有一陣... 我不懂... 形容的味道... 但是它有一陣味咯... 但是... 只是噴的時候才能聞到... 待會就沒有了... 那... 我是滿滿意這個的... 好... 那... 我現在已經化好整個妝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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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用過的產品... 哪些我是覺得... 很好的... 哪一些... 我就覺得... 一般的... 就... 一個... 小小的... 那... 首先呢... 那個... 其實... 我之前已經用過幾次了... 那... 那... 尤其是當我是... 脫皮的時候呢... 我就會喜歡用這個... 因為它不會... 突顯我脫皮的地方的... 甚至是會... 就是... smooth它們... 讓它沒有那麼明顯的... 所以這個是... 推介的... 但是呢... 只限於... 普通皮膚到... 肝性肌膚啦... 那... 我覺得如果你是出很多油的話呢... 你就不會喜歡這個的... 因為它是亮亮的... 如果你是本身油性再加這個... 就可能會太亮啦... 然後到那個粉底啦... 這個Armani的粉底啦... 那我塗上去呢... 我是很喜歡它的... 那個... 感覺啦... 因為它... 不會好... 不會覺得很厚粉... 你塗完上去... 其實是好像塗了一層... 呃... 面霜... 塗了一些gel狀的面霜... 那你... blend開呢... 其實是... 感覺不到有東西在臉上的... 那是很舒服的... 那... 但是它持不持久呢... 我就要再用多幾次才可以告訴大家啦... 那... 但是呢... 我是很滿意它塗出來的樣子... 雖然它就不是說極高遮瑕... 可以遮蓋我全部的瑕疵啦... 那... 但是我覺得... 平時來說呢... 是非常足夠的啦... 那... 而且我喜歡它毛直啦... 這個海綿我覺得是好用的... 我喜歡它有兩邊的斜邊啦... 那... 那你就可以... 呃... 這樣容易一點印啦... 因為這個位... 其實... 你圓形位不是接觸到很大... 不是接觸到很大面積... 那... 那你用這個邊呢... 就可以容易一點印得開... 還有... 我喜歡可以用來這樣... 塗那個眼底的碎粉是很好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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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很驚訝它是... 很... creamy的啦... 因為通常這些... 一盒盒... 一餅餅的... 遮瑕膏呢... 通常都是... 稠稠的... 有點難推...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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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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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错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用来遮面的暗瘡 可能就 不太完美了 因为它有点 因为它太奶油 所以塗这些位置很容易就会脱掉了 我觉得塗眼底OK的 我再用一段时间 看看它的持久度如何 那我就会再更新大家 但是so far我就觉得 如果你的眼底不是油性皮肤的话 这个都应该OK的 用来塗眼底 还有它有三颗颜色 我觉得挺好的 你可以自己在那里混合一下玩一下 然后我用了什么 然后是碎粉 碎粉不是新的 但是我觉得OK 是一个好用的碎粉 但是不是我用过最好的 我喜欢的东西就有这个眼影盘 我觉得它这么便宜的眼影盘 那个照色非常好 很好blend 而且有很多颜色 那我唯独是可以告诉你 有点不满意就是 我留意到它的包装是有点便宜的 就是这一块胶呢 是有点便宜的 但是我觉得OK啦 一个百多元的眼影盘 有这么多颜色 而且眼影的质量是好用的 刚才你也看到了 是很想色很好blend的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撇除它这个 cheapcheap的包装 其他东西我都OK的 还有 而且我觉得这样很漂亮啊 它这样一点磨砂透明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颜色 然后那个眉笔 就不是新的 我觉得OK啦 然后这个眼线液 我觉得 so far so good啦 好没用 要迟一点再update啦 但是 first impression是挺好滑的 这个filmstar bronze and glow 我就觉得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bronze 它就不是很上色 那我估计如果夏天晒黑一点的话 就不适合用的了 那所以 不要说特别surprise 接着胭脂 颜色很漂亮 但是要用得小心一点 因为它极度上色 但是我觉得颜色是很漂亮的 我现在看到镜子 我也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 接着 这个 highlighter 很漂亮 我喜欢的 它是有 少少闪粉的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欢有闪粉的话 你就不会喜欢这个了 不喜欢的 睫毛膏 没有什么特别 它又没有令我的眼睫毛特别长 或者怎么样 接着 diamond crusher 一直都喜欢的 不用多说 接着 这个liquid cat suit cat suit catsuit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不知道 颜色很漂亮 是我喜欢的颜色 很好塗 那么 稍不稍后就要迟一点更新 但是so far so good 接着 然后 这个lip gloss 我觉得这个lip gloss很漂亮 它这样 令到我的嘴 看上去很 豐满 而且我喜欢金色的lip gloss 而且它不是很黏的 就是不会黏着 所以我是ok的 喜欢的 好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不知道我以前试过的产品 你有哪一样想试的呢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或者你有没有用过这些产品 你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类型的试一些新产品的影片 你也可以告诉我 那我之后就可以多拍一些给大家看啦 那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了 很多谢你花时间来看我的影片 那记得点赞一下我的影片 支持一下我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